唯有叫我深圳的朋友打电话来问他 你就可以来这里,社保局实地申请 现在就上了来社保局 这次用了整个下午时间,终之搞定了社保 你可以买两款的,你可以买职工保,或者是居民保 刚才我解释了,职工保,我用了很多时间去爬文 爬上youtube,爬上大陆的豆包,豆包是AI的工具 居然没有一个实践的经验和分享 就告诉别人,香港人应该买这个居民社保,还是买职工社保 怎么买可以maximize 到你自己将来的保障呢 Hello,各位观众,今次真是千呼万唤,这一集终于出来了 我8月份知道有深圳社保这个福利 然后9月份就真的support了居住证的申请 10月份,终之买到社保了 如果香港人在大陆是没做事的 2020年开始都可以一样享受到大陆的衣保 和更加重要的退休金的福利 为自己未与筹谋,香港人怎样 为自己申请深圳的社保呢? 而大陆的社保分很多种,因为香港本身是没有社保的 大陆又分了职工保,居民保,要买哪一种呢? 可不可以在网上办理呢? 还是自己要去社保局买呢? 这一集大家记得like,comment,share 给需要的朋友,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里会update这些福利给大家 今次是第二集来的 大陆买社保需要一张入场券 一场券就是这一张居民证 记得我上一集已经分享了 9月份过一集,麻烦大家看看 10下20分钟申请深圳居住证 懒人包是什么呢? 全世界最快到手的一张 PR卡,permanent residence 的一张卡来的 深圳社保的第一部 那这个是第一部来的 那第二部是什么呢? 现在去片 Come on James! You can do it! 自从我上个星期知道 我们这一代的寿命将会 double过我们的父母 长命150岁的时候 我已经加紧筹备自己的退休计划 有兴趣看回我上一集 我们将活到150岁 2024年诺贝尔奖 化学奖重大发明 AI将人类的寿命翻倍 你和我变成树精 或者树妖老老之前的 重新人生的部署和规划 长命150岁 最怕什么呢? 最怕就是人又老 机器又坏 又没有健康 又没有钱 是最重要的 钱呢? 在钱方面 Equity和Income 是两个concept来的 大家如果有少少 打理理财的观念 都知道 Equity就是 比如说我们有一大块钱 放在定期那里 或者是放在 香港的公积金那里 NPF那里 那里是一个Equity 我有一层楼 又是Equity Equity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会坐食生崩的 如果你年纪大了 你都知道 你没有每个月固定的Income 那时候呢? 其实你很稀奇地去花那些钱 因为你知道 越拗越少的 是的 就是我们NPF呢 政府是没有擠钱下去的 不同大陆的社保 政府是有资助下去的 NPF是你在拗自己的份量 是 用完就没有了 那有什么是如言不绝 可以固定的 被动收入 这个就叫Income 是的 一个很Stable的 一个Monthly Income 怎么来呢? 我就不要这些坊间所谓的 自制长粮 就要自己去做假的这个长粮出来 而是有真的长粮 政府派给你那时候 为什么你不要呢? 我现在说的就是 全民退休金了 香港是没有这个福利的 香港不是一个福利社会 You like it or not 这样就是 香港很少 现在这些先进的地方 没有这个退休金 全民退休金的 因为你横顾全世界 但是其他地方都有的 包括中国大陆 包括台湾 包括日本 全部都有这些全民退休金 那香港是没有的 怎么办呢? 那我们唯有把眼光 望向北边了 大家已经知道了 就是现在已经是 大广区一小时生活圈 已经是三米煮成熟饭的了 We can去深圳 吃烤肉啊 看牙 这反镜都是深圳配的 大家可以看回我深圳的探电片 我最近多了很多深圳的探电片 分享给大家 因为我现在每个星期都上深圳的 那我就去探图一些 即是深圳消费很划的地方 你可以看回我深圳的探电片 除了去吃烤肉啊 吃椰子鸡啦 吃这些菜式啦 配眼镜做牙啦 做美容啊 做皮肤啦 突骨之外呢 其实还有更加重要的 可能你十年二十年之后都会用到的 就是全民退休金 还有些呢 就是你可能未必想做的 不过都是对你很有帮助的 就是全民的医保啦 香港是没有全民医保的 这个也是香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很失策的地方 现在美国都有奥巴马care啦 香港是没有全民医保的 那你要享受到这些全民退休金 和全民医保呢 就是 现在开始微语绸缪啦 向不进发 不一定要移民的 当然有些人说 我们做这些 退休的福利要移民 去一些福利国家 或者有福利的地方 其实你现在呢 就有这个大湾区这个计划 你不一定要移民的 四年前呢 大湾区就开放了这个计划 给香港去买深圳的 或者是整个大湾区的 退休金和医保的 那你当然第一步呢 你就拿到这个门票 门票就是一张居住卡啦 拿了居住卡之后呢 这个没什么享受到的 当然你可能买高铁飞 容易一点之外 那么你更加用 重要的福利呢 就是社保啦 深圳的社保呢 其实是分两点的 我现在稍微搞明了 一种叫做职工社保 一种叫做居民社保 职工社保呢 就是有东西做的那些人的 还有那些自雇人士 香港叫自雇人士 大陆叫做灵活就业 记住这些字 那些鸦银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 你说自雇呢 大陆那些社保 不知什么叫自雇人士 就是你自己 拍下YouTube 你都叫自雇人士 渣烏吧 那些都叫自雇人士 或者买鱼蛋 那些都叫自雇人士 那自雇人士 是一套系统 然后呢 还有另一套系统 叫做居民 哪个居民呢 就是Modelo那些 Motorola那些 就是居民 就是在家 退休了那些 那些 学生 或者是 没得了那些人 都是叫居民的 有职工的社保 和居民的社保 居民社保只有两顶 只有一个叫做居民退休金 居民社保的退休金 和居民的医疗保险 那职工的社保有五项的 包括职工险 即是你上班时受了伤 还有失业的保险 还有多一个生子的保险 多了它是五项 居民那边只有两项而已 那你究竟是买居民的社保 两项那个 还是买职工那个 我就用了很多时间去爬文 爬上youtube 爬上大陆的豆包 豆包是AI的工具 居然没有一个实践的经验 分享的 就说给人听 香港人应该是买这个 居民社保 还是买职工社保 怎买可以 maximize 到你自己将来的保障 一个都没有的 有个都是大陆的 同胞的这些拍片 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他们是 大陆人 跟我们的需求 和我们的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没什么参考的价值 还有些政府的宣传短片 更加没什么用的 那就科普一下 什么叫社保 社保 就是说老了的时候 每个月政府派钱给你洗 你看医生 政府帮你报销 这个叫社保 你即使没有昂贵的医疗保险 你都会摸到医疗的八九成 整个系统就叫社会保障 那这两样东西香港都没有的 香港社保是完全没有提供的 那如果你有外国的护照 你有加拿大护照 澳洲护照 那些当然可以享受他们的社保 那我现在的经验就是说 我就特意上了去深圳校 因为我申请了这一张居住城之后 我就昨天上了深圳 申请这个深圳的社保 那深圳的社保 社保局 老实实我觉得它的效率 就比申请这一张居住证的 不是居住证的 居住证就是公安局的 出入警管理署申请的 在福田区的沙咀大厦 它的效率真的低很多 因为我用了很多时间 尝试在网上预约不成功 然后去到现场拿丑 都等了很多个钟头 最后才办到社保 所以大家要多些时间办社保 我慢慢讲 你可以在网上预约 如果你预约到成功 就恭喜你 你不用在现场拿丑 在现场拿丑的话 你很早去 因为很早就派完丑了 所以我第一件事 就是在网上预约 因为我认为 在网上预约 就不一定去现场拿丑 不成功的 OK 为什么不成功呢 我现在讲讲 网上预约的程序 我先拿个程序出来 OK 我爬了些文 网上预约 你去办社保之前 准备三件事 三宝 居住正 手机 手机当然是大陆卡的手机 一定要用微信 因为 为什么呢 大陆是没有Google的 八道是废材 千万不要用八道 什么东西都搜索 全部都是广告 是微信去搜索 你需要政府的资料 官方资料 全部都是微信上 大陆手机卡 因为你里面要收个验证码 一定要大陆手机卡 所以你准备三件事 准备三件事 准备三件事之后 然后在微信上 申请一个叫做 登记个人帐号 你找一个 月讯签 是一个小程式来的 那里面填了你的个人资料 入了你居住证的前面 和后面的上面 然后人面辨识 然后手机的验证 进去之后 做完这些所有东西之后 然后用个人的帐号 申请深圳的社保 用同一个手机 number 你可以添加深圳社保的微信公众号 添加了之后 就关注它 然后找这个月省市的小程序 用人面登入 然后来到这个叫做 廣州人社业务大厅 就是全广东的 你把它换成深圳 然后找社保 然后找到深圳的人 深圳社保的业务大厅 是的 我就在这里站在这里 因为我找不到扮证那部分 就是找到缴费那部分 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缴你的社保 不过扮不了证 那就决定自己上去 自己上去 因为我原本尝试在网上拿丑 网上拿不到 因为我拿不到验证码 不知为什么拿多少拿不到 原来这里都是一号线的 江夏站 是一号线的 这里已经是海天了 即是由罗湖过来 会更加方便 就来这里了 社会保险管理局福田分局 又好在这里 没有减减香港的假期 只要减平日去 早点去 我是中午十二点钟出发 两点半到了社保局 排队呢 现场拿到当日下午的时候 都等了两个半钟头 五点钟才见到职员 接着来这里等叫number 原来我这个叫做湾区服务通道 Hello各位观众 我现在就是深圳的社保局 这里是社保局的大厅 已经拿到深圳的居住卡 其实这个居住卡 只不过是门票 其实我主要的目的 就不是真的拿居住卡 我主要的目的是 想申请深圳的医保和退佣金 两样东西的 接着我上网做了很多功课 如何是香港人 在香港用他的网站登记 在网上买社保都不成功 是的 也都没有之前 也都没有视频 没有YouTuber去拍过这件事 没办法 接着我就尝试查询 查询没有人回答我 因为他 接着他打电话去问我 我香港是打不到深圳电话的 我是用微信 他都是座机来的 我打不到他的电话号 结果就 唯有叫我深圳的朋友 就打电话来问他 你就可以来这里 社保局实际申请的 现在你就上来社保局 现在就排队 现在去31号 36号就到我了 最低是1200 3523这个基数 是20% 就是你每个月交的养老的钱 然后26 421 这个每个月可以交到5000多 这个 这是最高的 5000多也太高了 这个是公司是吧 不是 就是按这个基数乘以20% 就是你每个月交的钱 你想要大概交多少钱 到时候可以调吗 可以 可以就是按最低 先按最低的 对对对 然后到时候再调对不对 你养老医疗都要对不对 对对两个都要 养老医疗都要 嗯 然后自己什么以下 自己填进去 然后雪莉这些 然后切皮育齐 哈哈 填表格用了半个小时 幸好有职员帮我 科普一下 深圳这个社保的计划 我当时有问 我有问职员的 为什么我不可以在网上申请这个社保 他解释了给我听 他说一定要有这个 社保金融卡之后 才可以在网上申请社保 这个就是鸡同鸡蛋的问题 因为我问了银行 深圳的银行 他说我要有了社保之后 才可以申请深圳那张社保金融卡 那就是鸡同鸡蛋 我也不知道做哪样东西 总之最后的方法 都可以回社保局 姓名这件号 姓名证件号 证件号要按录这个的 好好好 按这个班就好了 好好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交钱 23号 他会自动扣的 好 今次用了整个下午时间 终之搞定了社保 其实跟居住证来说 这段时间等久很多 我下午2点多钟来拿草 差不多整张 等了两个多钟才排到我 它有一个叫做 湾区服务的一条尊线 已经是叫做 邮代我们香港人 有一条大湾区的 有一条爱心队 还有一条普通队 普通队有五十多个丑 天方地露都没有叫到 叫到我之后 我都要问他 为什么网上预约不到 他就问我 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香港的 那张SIM卡 我收不到大陆的认证号码 经常都会发生的 第二件事就是说 我那张深圳的中银卡 不是社保卡 提款卡 类似这样 我还要再去银行 做到一张社保卡 实际上的那张社保卡 原来银行出的 就不是社保局 这是社保局 不是社保局出的 他都教了我 很好 我填表格 全部有个人教我填的 就不用自己填的 他填了个人的资料 然后教我申请的数字是多少 那我究竟应该补多少呢 他就说养老了 我现在申报那个叫做 灵活就业 其实是灵活就业 就是说没得做那些 或者freelance 都叫灵活做业 养老基数是3525 即一个月的工 人工 因为我没有老板 我自己老板的话 我自己帮自己工 就是3523元人民币 这个最低的深圳的工款 就是最低人工 20%拿来工 因为你没有老板 你自己工了20% 这个就是一个月要工 大概700元左右 然后医疗的基数就是 6475 这个不明白为什么 医疗保的基数就是 6475 然后他说 16楼就是医保局 叫我进去问一下 医保局 其实我也不太明白 Anyway 现在搞定了社保 我还打算社保和医保在一起 然后还要去医保局 有科普一下 深圳的社保计划 男性满了65岁 女性满了60岁 一次性 等交15年的养老保险 然后65岁的男性 或者60岁的女性 每个月就可以拿退休金 拿到你八年归老的子 究竟多少钱呢 OK 他帮我计算了 你可以买两款 你可以买这个职工保 或者是居民保 刚才我解释了 职工保 如果你在大陆 是有商息的公司 他愿意请你 他可以帮你交这个职工保 职工保 当然 我计算了 银马会高一点 拿的保障会大一点 居民保 就是退休人士的 所以 银马会小一点 拿的保险就会少一点 然后 然后 我计算了 我计算了 居民保 拿的保险太少了 因为 将来 我八年居老 不是八年 我退休了之后 每个月拿到的退休金 是513元 我觉得太少了 我想拿多些退休金 我就买了另外一只 叫做 零活就义保 这个是职工保 就是说你还要做事的 零活就义保 是什么意思呢 香港即是叫做自雇人士 你不需要老闆 你自己和自己打工就可以了 零活就义保 那交多少钱呢 我昨天就上了社报告 他就跟我说 是交这个 最低人工 养老基数 最低人工 深圳是3523元 的20% 即是我在深圳一个月 我自己的收入是3525 3500元 我交20% 即是一个月我交700元 然后呢 医疗的基数呢 是说的是 6,475元 我又交20% 即是交400元一个月 那总共呢 我一个月交的 养老是700元 医疗是400元 加上1,100元 是的 那我就交足15年 那当然期间呢 我就可以享受到 这个医疗保险了 因为我交的是 400元的医疗保险呢 我就可以得到 这个叫做一档的医疗保险 这个是大陆最高等级的医疗保险 来的 可以看大陆所有的 一线的医院 以及 CAM 钱 是CAM 得最高的 都可以用最好的服务 这个是 比较高过居民的保险 那我交了15年之后呢 当然我就可以享受到 这个退休金了 如果未交15年呢 其实65岁 其实我10年之后 已经65岁了 那我就可以扔交的 我到了我65岁那一年 我交了 剩下5年的费用 一次过交了的话呢 那我total ,我计算那条数 我会交了19万8千元 即交了15年 那满了65岁之后呢 每个月我拿到1,900元 我每个月拿的钱 就多过居民的保险 那居民拿500多元 那我就拿到1,900元一个月 拿到我八年居佬去指 那八年居佬是多久呢 那现在根据诺贝尔章法学奖 这个得主的推断 我们很快呢 我们可以去到150岁的寿命 那时候我就赚得了 因为为什么呢 我计算那条数 我拿了十年 我去到75岁那年呢 我就打和了 因为十年呢 我拿的退休金呢 我总共呢 一个月拿1,900元 我总共拿到22万的退休金 而我前面交足15年的费用 是198,000元 就是我已经是打和了 去到74岁左右 我已经打和了 那我拿20年的话呢 比如我85岁的寿命的话呢 现在香港人平均寿命 是83到86岁左右 男性和女性 男性短命一点 那我如果拿足20年 就是我正正常上 去到85岁的话呢 我总共呢 就会拿到退休金的 total的数字 是45万 我会赚25万的 那就是 基本上你十年回本的 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 就好过 香港政府的NPF 和香港的年金的 我稍后就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然后呢 如果你想省一点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 居民保险的那个 那个假释的 居民保险呢 就是一个居民没有收入 你可能是一个 师奶或者是一个 退休的阿伯 那你一个月交呢 就是交60元的 养老退休金 医疗呢 就交40元的 那就 那就 当然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退休金 过了60岁 不可以买的了 是的 它有限制在 那如果你50多岁 都可以买的 16至60岁 都可以买这个 退休保险 养老保险 它叫做 那 ok 那当然 即公的那个 就叫做一级的 因为它交的钱 会多些 居民那个叫做二级的 医疗保险 那其实你知道里面有医疗的养老 那医疗那里呢 那医疗那里呢 一级的 一档的 一档的门诊的话呢 它享受的东西多很多 譬如说 在深圳的甲级医院 和药 是甲级的药 和你 camp的倍数呢 会高一点的 你会75% 和你每一年的camp的钱 会多一点的 每一年呢 你会camp到 是一万元左右 那至于那个 一年camp的钱 是二千元左右 而且你用的药帽 没那么漂亮 用不到甲级的药 而且你用不到 高级的磁理共振 和CT那些的 大型的门诊 和检测的费用 一档的话呢 你可以享受到 磁理共振很贵的 因为我自己做了一次磁理共振 因为我担心自己呢 好像我爸爸和舅父 这样会有老人痴呆 我照了磁理共振的 磁理共振的 磁理共振的 香港的话呢 你讲的呢 都是八千元左右 你照磁理共振 那这个呢 就可以帮你报销80%了 即将来我照磁理共振 我回深圳照了 因为我camp了80% 是的 那就 那就 那就讲了 就是说 我最终呢 就是这个 深圳的社保股 就搞定了我的社保 然后呢 我还有 我去医保的 那医保呢 就是今晚呢 就是那个社保股的楼上 就有医保的 我就问他 就是这些有什么分别 他解释得很详细 那都相当有用 不过我就不需要再买医保了 因为呢 我在社保股已经买了 社保呢 就包括医保的 这里呢 就是社保局啦 旁边这里呢 就是医保局 原来这么近的 医疗保障局 福田分局 我现在就想去16楼 这个医保局 这里是医保 这里是社保 是的 很容易 同一个大楼里面 医疗我们有个下限 就是6000多 对对对 如果你没达到他下限 这样高得来 如果这个超过他 那就按超过来 比如说你这里是3000多 我们最低只能低到这里 那你虽然输3000 我们还是按6000来扣 对对对 如果你这里输了7000 那两个都变成7000 哦是这个意思啊 对 所以医疗最低的就是6400 然后我一个月要交400块钱 呃我们医疗是400多块钱 养老那边可能要交600多块钱 总体应该是要交1000块钱 对对对大概就这个数 他跟我说也是这个数 对 那那个医疗的话 我是所有医院都可以看吗 呃我查一下 你买的就是一档 一档就是所有所有都可以的 对 二级以上医院都能正常用 但是是4月用 比如说你10月份买完之后 你11月去看病才能用 然后这是第一个 关于这个大医院 二级以上医院 第二个是如果你要去那种社康 就是我们家附近的健康服务中心 去看病的话 你要先绑病这个社康 你才能在这个社康就医 比如说你可以 我要绑一个社康 对社康要绑定 医院不用绑定 社康你可以说 你直接去到你想去哪家社康看病 什么时候绑呢 什么时候绑呢 什么时候绑 什么时候绑 就是你就医之前 就现在不用绑 现在还不用绑 你还没交到啊 你要11月才能绑 11月才能绑 11月才能绑 然后给个册子给你 好好好 这个册子 这个里面有那些待遇的标准 谢谢 是一档 一档是高还是低啊 高的 目前深圳最高的档次是一档 我一档是比较高的 谢谢 我现在今晚就在医保局出来 就足之明白了 现在其实我已经买好了社保和医保了 一次过社保局就买了这件事 医保局就说 他就解释一次给我听 就是一人间就过多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会在这个微信那个深圳税务里面 就关联我那张银行卡 就会在23号扣钱的了 扣了第一次钱之后呢 我就要去银行出一张社保卡 的提款卡 两用的 提款卡和社保卡 两用的一张卡 是不过要我先缴了第一次的费用 我才去银行办这件事 我早知道明白了 好 即是搞定了 我现在是有深圳的社保和医保的了 很开心啊 原来我坐错了车 有10号线呢 由这个福田直到江夏的 我现在回到福田口岸 我刚才搭了4号水错了 今次分享了 如何在深圳申请这个社保 和这个医保 这个职工的医保 和这个居民的医保 有什么不同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认识的 我尽量解答给你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可能是除了深圳 尤其是中山或者是珠海 有这方面的经验 买居民医保或者是职工医保 欢迎大家留言在下面 下一步呢 我就要对三步了 就是拿一张physical的一张医保卡 很欢迎大家 为自己的将来未与绸无 无论是医疗保险 或者是养老保险 大家有什么分享 欢迎大家留言给我的 也都欢迎大家 将这条片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最后多谢你的收看 记得like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